剧情片也可以拍的很有意思 也可以拍的很有艺术性 很有实验性和创新性 你好大家好 我叫Iris 我刚刚跟她聊天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拍了很多片 而且是有获大奖的 还有那个长篇电影都已经拍过了 是的 所以介绍一下吧 好的 先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接下像你之前拍的片 当然当然 就是我其实是本科的时候就在学电影了 然后呢 哪个学校 当时我在Emerson 就波士顿的Emerson 也是在美国 对对 然后呢当时在那边上了四年 然后那段时间 因为我个人是一直对中国 这个传统文化很有很有这个兴趣的嘛 然后呢 因为Emerson它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艺术性的院校 所以我那时候拍的 Experimental 拍的就是实验片拍的比较多 当时我的这个毕业片 就拍了一个50分钟的一个实验电影 叫宋司公大闹禁魂章 然后呢当时就是 是一种比较这个中国传统性的艺术啊 然后呢 加上这个 默片的这种形式 就美丽爱的默片这种形式 就相当于北京Opera Plus Silent Film 然后加起来的形式 拍了这样的一个片子 然后当时 在波士顿拍的 对 不是在中国拍的 在中国拍的 就是我会放假的时候 会来拍的 女工短短短短短短 拍了两到三年左右 然后做完的时候 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然后这个片子 就是在 19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西宁 福尔斯特 拿了这个 最佳实验短片 然后呢 之后又去了 这个东京的 这个电影节 然后又去了 路特丹国际电影节 然后呢 还有就是其他的 都是大的电影节 就稍微有点 A类的电影节吧 然后在那边走了一波 然后呢 后来呢 我就发现 就做实验片 可能的确 这个受众太少了 然后呢 再加上 其实当年 在福尔斯特获奖之后嘛 我的这个 我们这个 就是一堆 在福尔斯特获奖的 这个电影人 对 就是怎么说呢 做 我就发现了 就是其实的确资源 还是给了那些 拍就是 故事片和剧情片的人 Nary of的人 对 因为这个 因为我拿奖之后 我再加上 像你说的 就是去了一些 还算是比较大的电影节 之后 没有 几乎没有什么 就是说 后续的 后续的事情了 即时调整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也不是说 我怎么说呢 我为了赚钱而拍上一篇什么的 但是你要机会嘛 对对 但是在 再其次是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其实拍 剧情片的话 也可以拍的很 这个很有意思 也可以拍的很有艺术性 很有实验性和创新性 我其实我觉得 并不是说 说搞艺术 就非得搞 就是深度艺术 所谓的那么纯 对 就纯粹的艺术 对 我觉得纯粹艺术的确是 是很快乐 但是也并不是说 就是商业性的艺术 是不快乐 因为比如说 我个人很喜欢 唏嘘客客的电影 就我个人觉得 其实唏嘘客客是一个 很典型的 如何把商业性质的片子和艺术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导演 他的故事 你看 他的故事的这个主题 非常的商业性 什么侦探啊 然后呢这个悬疑啊 谍战啊 这些都是观众喜欢看的东西 但他的这个拍摄手法 和他对于人物的描写啊 然后还有他很喜欢 修讨选用的这些 就是psychological的一些心理的 上的这些 对观众的这些trick你知道吧 他那些都是比较艺术性的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有 对于艺术的exploration边界很宽 所以就是 所以我之后又拍了一个长篇 也是相当于用比较艺术的手法 但是讲了一个比较商业 稍微就是不能说商业 但是讲一个很narrative的故事 受伸更广的 对受伸更广的一个 然后现在就到了 就是我现在正在拍的这个 马上要拍的 我的这个闭设电影 是一个短片 然后叫炒面假日 然后 这个名字很特别 刚才我还确认一下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对因为呢 这个我是这么想 这个故事我先稍微就是 logline我先说一下 就是炒面假日 它英文叫 choman holiday 然后呢 它这个故事呢 是讲这个 两个华裔老太太 然后呢 60来岁 70来岁的老太太 他们两个人呢 在一个夏天 然后呢 沿着这个加州公路旅行 这个公路旅行 然后呢 中发生了很多 这个 就是一场充满犯罪的公路旅行 然后呢 然后中间发生了很多 很奇特的 然后很 很interesting 然后呢 的一些故事 然后是讲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的 这个 然后呢 它为什么叫炒面假日 是因为就是 因为它 choman holiday 它这个 我觉得它的英文 这个名字 其实跟这个 很有名的那个电影 罗马假日 Roman holiday 就音译上 就是有点相似 是有点谐音 再加上choman 就炒面 是一个就是 中式的一种食物 我觉得还能不能代替 就这个 咱们这个 就怎么说 就是是一个 中国的元素 然后老外一看又知道 是的 是他最熟悉的一个中山 是的 我怎么跟你有缘呢 就是我们刚认识 嗯 我是在群里面 看到你这个 是呢 Casting call 对 然后看到故事 我就很兴奋 我觉得 学生片里面 就是多数我 过去演的也好 看的也好 多数都是家庭啊 这种 父母啊 这种关系的 片子会多一些 那就很期待一个 很题材上啊 风格上 都很新颖的片子 所以看到你这个 我就觉得 哇 我说好棒 然后你再想一下 那个画面 你都很有画面感 就比如说 我们在看那个老美的电影 你觉得这种画面 好像很正常 但是你放着 是两个中国老太太 你就觉得 哇 好新鲜 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呢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然后身边 但这种可能性 又带有 很吸引人 很有趣 或者说是 那种 你会很期待 你知道 他俩会去干什么 会做什么 会发生什么 是的 所以我就 看到这个 就特别有兴趣 我就说 邀请你来 聊一聊你这个片子 谢谢谢谢 然后也正在找演员嘛 嗯嗯 是的 对吧 那你找演员 然后我就说 我也推荐了几位 然后看看 还有没有 就是我的观众也好 或者听我的 看我的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 其他你身边的朋友 觉得适合这样的角色的 也都可以来试一下 那是不是介绍一下 这两个角色 好的 真的人物的情况 首先呢 就是我们这两个主演呢 他都是 我是准备 都是找亚裔 这个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 那个女性的 他有没有呢 呃演员经验呢 就是我觉得 有没有acting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素人也可以 对素人也可以 然后呢 因为我 我这个人就是经常 在此之间也经常跟素人合作嘛 嗯 然后 就对自己的导演 那个能力比较自行 我觉得就主要是素人 他有很多exploration 嗯 我觉得可能跟专业演员 这个可能 flexibility 其实也是很强的 嗯 然后呢 这两个角色呢 嗯 一位 就两个角色都是主演 他们俩都是主演 然后呢 这个 which is very rare 就是因为就是很难找到 就像是就 找两个华裔老年人 让他们做主演的 这种这种电影嘛 对 对 他俩呢 嗯 对 一个呢 叫李玲 嗯 李玲啊 呃年龄 大概在55到70之间 我们要找这个 面缘 然后李玲呢 她是一个 呃稍微有点传统的 一个 一个这个 第一 呃 first generation 第一代移民 嗯 她有点胆小 有点这个什么 呃 小小的浪漫 然后呢 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嗯 然后她呢 这个 她 一次很偶然的 一些原因 一个经历下 她被卷入了 这个 呃 她的这个 另外一个老太太 她的名字叫梅 被卷入了梅 梅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呃 这场犯罪 呃 旅途中 然后于是跟梅一起 呃 就跨越整个洛杉矶 然后呢 整个加州 然后呢 可以 可以想象更 更大的一个范围 是的 那个可能 可能是怎么 怎么比较 整个西海岸 整个西海岸 然后呢 对 这样的 要跟她一起 就是 就是进入了这场 这个旅行 她有点像这个 李林的这个角色 有点像柯恩兄弟的电影的一些角色 因为柯恩兄弟的电影 进场中会出现一个普通人 让 ordinary 就是person gets involved 就是 被 被扔到一个 就是很奇幻的一个 situation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就看这个普通人 在这个situation里面 怎么 怎么 react 对 然后呢 再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 就是叫梅 然后梅也 这个角色也是55到70岁 之间我们在招车演员 然后呢 这个梅呢 她可能更跟林是形成强烈对比的一个角色 梅她是一个就是一个犯罪者 她是一个 她就是一个职业犯罪 或者说是至少是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两次的 就是她是以犯罪谋生的 然后呢 她就是一个罪犯 对就是一个罪犯 然后她呢 就是criminal 她就有点怎么说呢 就是反社会人格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她就是怎么说是一个professional 然后呢 有点cold blooded 然后呢 但是呢就是在 即使她是一个很冷血的一个人 她其实 还是在怎么说呢 在内心深处 还是有时候会希望 如果能有个同伴就好了 然后就是为什么李玲就是的出现 你知道对她来说也很重要 她在主导这个 对对 她她是这个犯罪中的主导者 李玲相当于这个是跟随者 但是后面 不知情者 对 但是呢 这个故事后面 会有一个小小的反转 会有个小小review 我们现在就不说了 对 但是大概来讲 这两个角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很有趣很有趣 就是两个反差很大的 那年龄是相仿 是相仿的 相仿的角色 年龄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拍摄 呃 我们这个是九月中旬拍摄 九月中旬 嗯 现在是六月刚还没到 嗯嗯 还有两三个月 差不多 那你的casting会什么时候确定 我们想在近一个月 一个六月份 六月份 结束 六月末结束吧 差不多吧 你需要比较多的这个 不要时间来rehearse 然后呢 这个 对因为她的确这个片子呢 她这个 就是因为她是个犯罪片 所以她还是有一点action 在里面的 哦 对但她不是肯定不是那种成龙这种 就是她这种action 至少你开车就是一个action 对就是一个action 所以这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更精密的进行rehearse 哦 这个是有风景 哦 这个也会是在棚林拍吗 都是在实景 对全部实景拍 哦 哇那难度有 有蛮大的 是的 是的 对对的确是稍微有点难度 但是呢我有两个很好的制片人 就很talented制片人 所以就是需要他们来 就他们会帮我摆拼 搞定这些事情 是的是的 那很棒很期待 嗯 我看看还有啥问题 嗯 嗯 不过那个就是 呃 如果看视频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下来 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另外再问 嗯 现在我想想就是 呃 下个月 所以的话大家就是 素人也好 那就先联系 到时候留你们的那个email 是的是的 然后把那个照片啊 对 是的 是的 反正或者你 可能你不是专业演员 是素人的话 你先发一个照片就行了 对可以的 就在email里面说一下 就是自己 介绍一下自己 嗯 对 然后到时候会安排 嗯 对 嗯 嗯 我下一个问题就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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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呃 怎么说呢 这个idea就是 它也不能算是很random的idea 就是因为我其实 呃 我一直以来都在拍就是这个 呃 跟老年人有相关的这个老 我喜欢拍老年人和儿童的故事 旁听侧击 旁听侧击 旁听侧击你知道吧 然后呢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是还是能 他们还是会告诉你一些的 就是其实我发现了就是我家老人 他有些的这个他们的经历 所以年轻时候经历很有意思 嗯 而且很很奇特 哦 对然后我家里有有当过兵的 嗯 然后有就是有在就是就是内蒙古就是当就是猎狼人的 然后呢这个有有什么 你老家是哪 是是东北人 但是我老家是东北的 嗯 对但但家里老人年轻的时候都各地分散 哦就是全国各地都有 对对 然后呢还有这个地主家的小女儿 然后这种这种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我家老人都很都有很有意思的经历 然后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们年轻人很多都不会去问 就是或者不理解 或者不理解 然后呢所以留着就是老年人也不爱说了 嗯 对然后所以呢我我就是以此呢我就觉得 嗯 我就开始想就是如果我把我的奶奶和我的姥姥 把他们两个人扔在一个公路里心里面 会是一样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奶奶就有点像梅 她有点就是她她很喜欢看就恐怖片 她也很喜欢看这种就是刺激 就是刺激你知道 她要看那种血型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我奶奶就有点像梅你知道吧 然后呢我姥姥呢就有点像李玲 我姥姥是个大家闺秀 然后呢就 啊一个奶奶一个姥姥 对对对 然后就像大家就比较大家闺秀 然后胆小又很浪漫 然后呢天天就是就是那个就是会读诗 然后呢会那个会绣花那种你知道吧 然后然后呢我就想如果把她俩就放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这个情况里面空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然后所以我就这个故事就就是就由此诞生了 对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个人也很喜欢工作片 我个人喜欢戏部片 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动作片嘛 就是很喜欢看这种类型 我就想哎 那我因为这种这种故事一般来讲 都不觉得剧情里面都没有怀疑 因为这个故事都是非常白人的故事 而都是白人男人会会的故事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我也想为什么只有白人男人能干很酷的事情呢 然后就华人也可以干很酷的事情 老太太也可以干很酷的事情 女人也可以干很酷的事情 女人也可以干很酷的事情 所以我把就是就是所以就这个 这两个老太太 觉得最不可能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 把这结合在一起 就是就是所以会产生产生那种反差感 然后就就所以就把成面好的一些 我觉得你这方式 创作这个过程的方式蛮有趣的 也也我觉得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启发 就是把一些不可能的东西先丢进去 你先别管 然后再去把所有的逻辑再去捋一下 甚至 也不是 并不是也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 就是并不是说先把这些元素 先先整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不可能 可能这个就是给我的一个启发 就比如说我会从我身边的故事开始就是一些比较自己很熟悉 或者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但我我听你这个受到的启发就是说 可以去做一些人物和空间的一些 这种一种排放或者 到底就是 拼拼凑 拼接拼接 最后你会产生一些很意外 甚至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对 就排列组合呗 对对对对 其实你这么看的话 其实近几年这个 就比较火的 压医电影 就比如说 Everything Everywhere 它其实也 你如果用你的方式分析的话 也可以这么分析 它是把一个 家里开洗衣房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华人妈妈 扔到了一个多元宇宙 成为多元宇宙的英雄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它的主题是多元宇宙 你知道吧 这个主题大家都爱看 但是意思同时 它的内核是一个非常华人亚裔的一个故事 它的内核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的片子也是这样 它虽然怎么说 这个片子就是类型片 有是公路片 是犯罪片 是黑色喜剧 但是它的内核 是还是讲很重要的 the socially important issue 比如说 就是孤独 老人的孤独 然后呢 还有这个女性的empowerment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华人 它在这样的一个post-COVID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American society 他们是如何就是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society里面 就是figure out how do we live 这么好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短片的篇幅里面 我感觉就是有点太短了 我说完全可以去把它做成长篇 你有 说的 就有这个想法 它这个片子其实它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版本的改写 其实它这个idea最一开始最最最最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个电视剧 它是一个电视剧 然后呢 之后是我本科的时候给伊利捷克写的一个pitching的一个idea 然后后来呢 我把它改成了一个长篇 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长篇拍的话 现在对我目前为止 就我现在resources和我的budget 我是没有办法拍长篇的 所以我把它改成了一个短片 相当于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的一个短片 主要是一个怎么说呢 proof of concept 它这个我们最终的目标 其实还是如果想这个短片能拍好的话 咱们说去一下电影界啊 圣诞司啊 Tribeca South by Southwest的话 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可能比如funding啊 一些这个company啊 然后呢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有这个长篇的这个opportunity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现在美国这个好莱坞 它还是更需要更多人化的华人故事的 对像咱们之前也聊过 就是觉得现在目前为止 虽然有这个everything everywhere的多元 顺序全宇宙的这一个怎么说 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 开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先河吧 但是但是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看大部分的这边的不管是留学生 还是华人这个拍的这个题材 还是怎么说比较单一的比较 还是更 着重于家庭 这个更着重于子女 更着重于这个 这个 generational gap 剪辱故事 你知道吗 generational conflict 也不是不好 不是也不是不好 你知道吧 我完全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刚才一开始说 我喜欢你这个题材 也并不是说 就其他的是否定的 只不过说 你得考虑就是说 一个受众的感受也好 或者说接受度也好 或者说是 你怎么让这个变得更有趣 让看的人更多 或者说是形式更加有趣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很多工作的 是的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 就有聊到艺术上面了 我个人觉得艺术还有一种 尤其像电影这种 就是收容可能会更广一点的 这种艺术 他还有一种function 就是在于social commentary 在于这个raise awareness 就是让大家更 这个什么 观众能够看见这个电影里面 会发生一些issue 然后观众会反思 你觉得这个东西在发生 我们可能要what should we do to make differences 你知道吧 所以说当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面 对于这个Asian hate 的这种讨论 然后对于这个老龄化的讨论 还有对于女性这个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面的struggle 老年女性的struggle 它也是一种social commentary 所以当你但是呢 与此同时这个题材 又是所有人都喜欢看的题材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观众 才能达到真正的效果 对才能达到真正的效果 就是这个观众 他不仅仅是亚洲人 不仅仅是亚裔 各种族裔都可以来看 各种年龄都可以来看 老年电影我个人是 并不觉得是某种电影 像老年电影或年轻人电影 只有年轻人能看年轻人看的东西 老年人能看老年人看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完全不是这样 就跟人家说 你们这个什么 老年人不懂年轻人那个想法 你们然后老年人 你们不懂我们想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可能 是可以就 改变的 改变的对 所以我就是想这个片子 我是想 年轻人也能看老年人也能看 不同族裔的人都可以 在里面找到自己 然后呢这样的话 如果他受众越广的话 就会有越多人 就是realize oh there is such a socially like you know unjustice happening 然后我们需要 take more action 我觉得这样的电影 或者这样的这个 这个艺术才能就是更加的 make differences 对对对更加有效 我觉得非常对 你说的非常对 要是你做了很多 好像很用心去做 但是没有人看 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刚才说到 你将来也会去改编成长篇 我觉得真的很有 希望 希望是这样 我觉得你先把这个短片拍好 后面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好 谢谢你几眼了 我会始终支持你 谢谢谢谢 谢谢 然后就是 当然做一个长篇 刚才你说的困难会很多 资金 那就不用说了 然后对你来说 你虽然拍过长篇 但你还是觉得 可能我还得积累一下 我觉得可能 scale 还是太不一样了 是 所以这个就是 需要大家的支持 然后哪怕你拍一个短片 可能几万块钱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 也还是挺难的 所以的话我这边的话 我这个频道的平台 我也想给一些 就是年轻的电影人 学生啊 一个平台 就是在这边可以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想法 你的片子 你的片子有什么 让别人觉得不一样 觉得应该值得支持的 我觉得像你这个片子 你不是也正在众筹吗 对 是的 也可以跟我们的那个观众 就是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 嗯 或许也有人 有兴趣 可以 直注一下 对 那就最好了 这个我们今天 才刚刚launch了 我们的Indiegogo 这个page 然后呢 大家可以在Indiegogo上面查 这个团队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团队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团队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众筹的一个page 然后呢 我们 fundraising 的page 那上面更detail的解释了我们这个片子的这个idea 然后呢 我们拍摄 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 这个 然后呢 还有我们拍摄这个 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众筹 就是这个钱 我们会用来干什么 然后呢 它会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这个project 都更detail的写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您捐献的每一分钱 都会guarantee 用在这个片子的拍摄上面 然后呢 这个 而且就是 我们会有perks 就是一些小礼物 就是 就是根据您捐的这个金额 然后会有不同的礼物 然后呢 这个主要是怎么说呢 主要是怎么说呢 虽然大家都说 电影拍摄是导演的自我表达什么的 但是 我个人觉得 我拍这个片子的 其实 更多是想 想要 raise more social awareness 而且也是想要创作 不同的这个 题材的故事 更有意思更新颖的题材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两方面应该都有 才会是一个比较长远 是的 是的 但是也肯定是有自我表达的 那肯定 每个人都会有 这是很正常的 对 然后 还有就是说 就是赚钱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自愿 一个是亮丽而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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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都会有帮助 都都会有帮助的 是的 甚至你去转发一下也有帮助 是的 是的 就是如果是帮我们就是 怎么说呢 帮我们在Indiegogo share下我们的Indiegogo page spread the word 然后呢 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都对 都很感激 大家 但是如果给我们钱的话 我们也很开心 非常开心 对 我觉得我是一直都非常支持 学生拍片和一些独立片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一个人不够 我也做不了太多事情 之前我也考虑过 之前我一直在 在考虑我要不要给一些 项目做这样的视频 那 现在我觉得 特别确定 看到你这个片子 我很确定 我以后我要多做 我们是第一个吗 目前呢 就是第一个 真的 因为 因为学生 他 确实这方面很难 然后另外的话 呃 你觉得 你给的很少 积少成多吧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也要说一个很实际的话 就是说 这个 他不是投资 也不是那个 有那种直接回报的东西 这个 我也得 实实求是的跟你说 就是 就是真的是一个帮忙 对 然后 你的一分钱 十块钱 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 都会给他们产生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们 包括他们 要讲的故事 要说的这种事情 也是帮助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这些人 他讲的就是这些 将来我们也会 然后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观念啊 中国人的观念 都是在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片 我觉得因为你是 都是英文的 语言都是英文的 那全世界都会看到 我相信你会获得 不错的奖 然后 那就最好了 更多人看到 会去多少少少改变一下 这个 大家对华人也好 是的 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 那个看法也好 真的 希望你能帮助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很高兴那个 Iris来这里做客 没有很高兴 海里能够邀请我 很好 很荣幸 关注超面 holiday 对超面 holiday